檔案名稱是jodun.aspx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程式撰寫的部分 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地方如果要做切換 那特別注意 第一個可能會想到就是說 這裡面到底我應不應該 有幾個方法 可能有同學 這位第一個想到說 我是不是要跳一個 跳一個網頁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 它很神奇就是說 它其實都在同一個page 它沒有在另外一個page 那如果你們以前在做網頁的時候 你如果不在同一個page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書籤的方式嗎 那個 書籤的方式也可以 但是書籤是會跳動的 可是這裡的話你會發現完全沒有跳動 你會發現它只有怎麼樣呢 你一click之後 它只是秀出你要秀的 比如說我握著就秀握著這個部分 然後那個asp 然後dreamweaver 實際上它是有三個資料 那怎麼樣用最簡單的方法 它的方法很多啦 你也可以跳頁 或者是甚至有人用的是那個 flame 就是那個框架頁 比如說上面是放一個 那個click 那下面你可以在下面 做click的點擊動作 在下面那個flame 把它秀在下面flame 很多以前網頁都是這樣設計的 但是呢在asp 這個darnet裡面 其實有一種更簡單的方式 而且還蠻常使用的 其實 它主要就是各位可以看一下底下實際上是有三個panel 那這個panel部分的話各位也可以看一下這個panel是在我們的控制項裡面 有一個這個panel 這個panel其實在早期那個視窗設計的時候也常常被使用到 這個視窗設計呢 你可以把相關的元件放在某一個panel裡面 然後呢 你可以有好幾個interface 那你要的時候就把它visible 就是說要顯示跟不顯示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它這三個都本來就已經存在 這個畫面上面 只是說我在low的時候比如說預設我是 這個這個值好了 我是word 那我預設我low的話我就把其他 兩個都設為什麼呢 Disable 就是變成那個false 他的visible 屬性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他這個地方的話呢 比如說我design Design的部分的話 我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什麼加一個panel 那這個panel的使用方式的話也非常簡單 其實他就是有點像容器 有點像如果說你們以前有用過那個vb.net的話 他比較像什麼 像他應該叫做一個叫什麼 frame frame就是他也是一個容器 使用方法幾乎都一樣 主要有幾個部分 比如說第一個ID部分給他重新改變 第1個id部分給他重新改變